2013年11月,印度举国欢腾 因为他们终于把一美元就买到手的航母开回了架 后来还把这艘航母更名为维克拉玛蒂亚号 也叫超日王号 加上早前在英国那里买到的维克兰特号航母 印度人此时手握两艘航母 昂首挺胸进入了双航母时代 感觉自己重新成为海上霸主 值日可待 尤其是对比我国之前花3000万美元 只买了一艘报废航母的破铜烂铁 他们觉得值了 但在印军中只有少数知情的人才知道 这艘航母不仅买的亏大发了 还后患无穷 那么这艘从俄罗斯购买的航母 究竟有何猫腻 为何会以一美元的超低价出售给印度 传言印度买这艘航母被狂载30亿美元 是真是假 印度又是如何得罪了俄罗斯 让对方这么坑他们呢 我们接着往下看 喜欢视频的小伙伴点点关注 长按点赞还能触发神奇特效 印度和这艘航母的渊源 还得从1994年俄罗斯航母发生的一次事故说起 当年这艘航母还在俄海军服役 某天航母的锅炉突然发生了爆炸 引发了火灾 俄军士兵努力了好久才终于把火扑灭 看着眼前一片狼藉 俄罗斯陷入了沉思 要知道航母的锅炉位置 相当于是它的动力装置 这出了问题可不是小事 想维修吧 当时的俄罗斯刚从苏联解体中独立出来 全身上下没几个钢蹦 维持国内经济都难 根本没有闲钱拿出来维修航母 但这艘戈尔什科夫号航母 从下水到当时服役还不到十年 当年打造它的时候可是花了不少钱 这本还没用回来 俄罗斯不甘心直接把它丢着不管 但是他们东拼西凑 还是没有凑够维修航母的钱 所以俄罗斯最终决定 给它找个合适的接盘侠 发挥发挥余热 当然俄罗斯当时考虑的是 如何让它为俄罗斯发挥余热 可不是发挥给印度 这点印度后来上当了才恍然大悟 既然决定卖航母 就得先在国际上找好买家 但放眼当时的世界 有经济实力买得起航母的 没有几个国家 美国有钱 但是人家自己也并不缺航母 中国的话 因为苏联解体的时候 分给了乌克兰几艘航母 被这个败家子转手就卖了出去 中国已经从他们手中买下了瓦格良号 短期内应该也不会购入另一艘航母了 而其他国家 比俄罗斯还穷呢 更别说买航母了 思来想去 当时只有一个国家最合适 那就是正在全世界疯狂购买装备的印度 当年印度的武器之所以沦为万国造 就是因为这个时期 在全世界疯狂搜刮武器造成的 那么为什么印度如此热衷购买武器呢 那还不是因为在欺负别的国家的时候 尝到了甜头 而他们自己本国的研发能力有限 当然就选择购买别国的成品武器了 其实当时俄罗斯选中印度 还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早年印度从英国那里买来了一艘维克兰特号航母 并且凭借它达到了自己制霸孟加拉湾的目的 在第三次印八冲突中 这艘航母尤其给印度长脸 不仅完全控制了附近战区的海空阵地 还用强大的火力揍的巴基斯坦狼狈逃算 这可把印度高兴坏了 他们也初次尝到了航母带来的甜头 这一尝呢 还就放不下了 一直心心念念想再买一艘航母 武装自己的海军力量 毕竟印度靠着印度洋 有着广袤的海域能够成为海上霸主 对他们还是相当有诱惑力的 于是一个想卖 一个敢买 一派集合 这合作呢就达成了 而俄罗斯当时为了表示自己的诚意 还和印度约定 这艘航母呢免费送给他们 为了不引起争议 象征性的收个一美元就行 印度一听 高兴的差点跳起来 却没想到这只是俄罗斯给他们挖的一个陷阱 让他们甘心往下跳 还越陷越深 就在合同签订之后 俄罗斯开始出手了 他们表示 航母可以白送给印度 但是在交付给印度之前 需要对航母进行改装 毕竟这航母这么多年了 不得保养保养吗 不然从俄罗斯到印度那么长的路 不太稳妥 印度一听 有道理 更何况还能好好给航母每个容 到时候开回家也更加体面不适 于是就答应了俄罗斯提出的改装要求 但是当时航母已经以一美元的价格卖给了印度 这已经是印度的东西了 想要改装 肯定得印度掏钱 印度当时还有点犹豫 但看到俄罗斯开出的改装价格 为9.7亿美元 对比一艘同级别新航母的造价来说 还能接受 便欣然掏了腰包 看印度如此爽快 俄罗斯知道自己是选对人了 之后他们一边假模假样开始改装航母 一边继续推销自己的舰载机 游说印度说 你看航母开回去 你也得装配舰载机 否则航母就是个空壳子 只是看着好看没啥实际用途 再加上你买别人的舰载机 价格或许更贵不说 搞不好都不配套 装不到航母上 不如就买我们的舰载机 原装的东西肯定更加合适 配套 另外你航母都买得如此爽快 舰载机就便宜点出给你 到时候一整套带回家 直接就能用 多省事 而且我们保证售后 印度一听 说的也没错 于是再次大手一挥 豪制几亿美元 将俄罗斯的舰载机也一起打包 买了下来 双方都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只是没想到 一年后就只剩俄罗斯再笑了 印度发现自己上了当 再也笑不出来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原来这一年里 印度虽然说是一美元拿下一艘航母 却在接连不断支付着高昂的改装维修费用 费用的总和也远远超出了 他们当时约定的9.7亿美元 据说改装开始后 俄罗斯先是把之前的甲板 给他们改造成华月甲板 还在航母上一同乱拆 理由是要给他们更换更加先进的设备 一套整下来 9.7亿美元很快就不够用了 于是俄方马上派人找到印度协商 说还得加钱 这改装才能继续下去 印度当时骑虎难下 加吧 不是个小数目 不加吧 当时航母已经被俄罗斯拆成个四部巷了 根本开不到印度去 就算能 印度也没有那么多工程师 能够装配的起一艘航母 否则他们自己早就造了 和苦买别人用过的二手货呢 所以印度就算已经反应过来自己被坑了 也只能硬着头皮掏钱 更何况当时买的时候牛皮已经吹出去了 国内民众也都在翘首期盼这个大家伙 世界上还有那么多双眼睛 等着看印度笑话 为了面子 他们只能忍气吞声 而这个时候的印度 已经成为了俄罗斯案板上的鱼肉 被拿捏得死死的 印度也知道 这只是开始 还不是结束 毕竟航母还在俄罗斯的船厂 要维修多久 花多少钱 什么时候交付 完全是人家自己说了算 印度只能忍载 后来果不其然 俄罗斯在维修过程中多次加价 给出的理由不是原材料更贵了 就是人工的涨价了 总之就是不断找印度要钱 印度也只能乖乖掏钱 最终 原本预定9.7亿美元能够搞定的改装工程 愣是花费了近30亿美元 就连到最后要交付的时候 俄罗斯都含着泪忍痛 又赚了印度一大笔 当时航母好不容易改装完成 打算交付给印度了 印度也觉得自己的苦日子到头了 结果在交付之前 俄罗斯贴心的开着航母来了一场海事 后续就是航母还没开出去多远 8个锅炉就坏了3个 也有资料说是7个 但不管多少 俄罗斯都表示这不能交付 我们得为自己的良心负责 于是 印度又被迫掏了一笔维修费 最终 印度在这艘航母上 为俄罗斯创造了高达45亿多美元的创收 极大的帮助了俄罗斯度过了早期经济困难的难关 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 放在当时 这些钱都足够新造一艘更加先进的尼米兹级核动力航母了 要不怎么说印度被坑惨了 最终 印度耗费巨资后 还是把这艘航母开回了架 如果不知道背后这段被坑的历史的话 但看这航母的体量 全长273.1米 宽51.9米 满载排水量4万多吨 搭配8个锅炉 4台蒸汽轮机 妥妥的钢铁巨兽 放在家里确实备有面子 可让印度没有想到的是 这艘航母带给他们的苦难还没有结束 也许是因为太过老旧的原因 隔三差五就熄火罢工 毕竟这艘航母在2013年才交付给印度 却早在1978年就在乌克兰开始建造 1982年就第一次下水了 而且从建造初期 就一直因为控制系统的软件有程序上的错误 被搁置起来为投入使用 直到苏联解体被分给俄罗斯 而后又被转卖给了印度 之前他在俄罗斯就遇到过锅炉起火 很显然经过这么巨额的改装 俄方似乎也没帮印度处理好这个问题 导致后来频繁在印度海岸附近着火 虽然每次火势都能很快被控制 而且印度方面也宣称 没有人员伤亡报告 但这已经不是偶然事件 之前也发生过悲剧 在2019年 该航母的锅炉坊就发生过火灾 当时一名印度海军军官在场 最终导致他吸入过多浓烟不治身亡 而其他人也在灭火的时候 不同程度受伤 2021年这艘航母还在改装期间 却再次着火 甚至还发生过更可怕的毒气泄漏事故 导致两人丧生 这些悲剧加上之前花的那些钱 印度本可以买一艘核动力航母 却拿到手一艘羞羞补补补 事故摆出的二手常规动力航母 让全世界都看了他们的笑话 但很显然印度并没有吸取这次航母的教训 在之后 他们依然热衷于购买全世界各国的武器 在看到俄罗斯狂转印度园子的时候 美国也心动了 开始给印度推销自己的退役航空母舰小英号 但是这艘航母已经近乎报废 如果不卖给印度 只有被拆了卖废铁一条路可走 正好当时印度的航母老是失火 美国就趁机而入 希望和印度达成合作 结果这次印度并没有上当 所以最后美国还是把自己的航母给分解了 那么印度为何如此痴迷购买武器呢 首先是之前买的那些武器 确实让他们在一些战场上尝到了甜头 比如当时印度的一个地方是葡萄牙的殖民地 印度一直想要拿回来 但是多次协商依旧没有谈妥 最后印度干脆用强的 直接发兵打了过去 收复了失地 而当时葡萄牙虽然是欧盟的成员 但美国有意跟印度示好 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没有过问此事 而印巴冲突中 美国保持中立 对印巴都实行武器禁运后 只有美式武器的巴基斯坦 彻底被印度的万国造打伏 无奈寻求中国的帮忙才没灭国 这一系列的胜利都让印度非常受用 也更加膨胀 这是一点 另外一点是随着我国的强大 各种新式武器层出不穷 印方却没有足够的自主研发能力 为了和我国抗衡 在实力上不至于差太远 印度只能疯狂从全世界各地购买武器 武装自己 毕竟当年的中印战争 他们仍然心有余悸 至于为何俄罗斯要带住印度一个国家坑 那是因为苏联解体后 俄罗斯几乎拿到了苏联70%的遗产 同样也继承了苏联不少的债务 当时俄罗斯国内的经济形势并不好 手中没钱 就想着把其他国家欠苏联的钱给要回来 但是不少的国家眼看苏联都不在了 想要赖账 印度倒是没有这么做 不过他们的做法更让人感到隔应 那就是只按照苏联解体后卢布的汇率进行还款 但受到苏联解体的影响 这个时候的卢布早已贬值数千倍 所以当时印度300亿美元的借款 只还回来300多万美元 这让俄罗斯耿耿于怀 所谓君子报仇 十年不晚 所以俄罗斯后来会拿一艘航母横载印度 也可以理解了 果真是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如今我国都拥有了自己的航母了 不知道印度自主研发的航母 什么时候能够顺利下水试验呢 我们拭目以待